開始就來看到下個禮拜 美國國會又來什麼 中國州 又要Anti-China了 9號要復會了 迎接中國州 有什麼25項直接或間接 跟中國大陸有關的法案 台灣衝突嚇阻法案 然後終結中國道電動車 在美國主導地位法案 確保美國創新跟經濟安全 免受中共侵害的法案 甚至還說川普當年的 這個千人計畫 這些通通都要來 但是相反你打壓 不見得會有成功 比如說中國大陸在探索月球 有建設月球來了 探索生命 火星的生命也有 預防小行星撞地球 這些暗部就班 美國則是糗大了 波音的星際科技太空船 不載人返回地球 太空人本來八天任務 竟然變成八個月的任務 還有之前很紅的是什麼呢 悟空這個電玩 馬斯克也公布了悟空的AI照片 其實也說真的很熟悉 其實這都是很不錯的中國故事 另外這個禮拜關注的是什麼 科技戰 蘋果跟華為 這個對岡 華為對岡蘋果 9月10號發布新品發表會 亮哥你看這個黑色版的 說曝光了比較內斂風格 還有另外一個版本 然後這個非凡大師呢 三折機7號12.08分預購 5.26分就已經超過百萬了 然後俞成東說 我們正讓科幻變成了現實 先講這個手機啦 主要是因為以前都是概念機啦 那他第一次把它做成成品 所以他才說我們這個 把科幻變成的現實 因為以前有人推過概念機 可是真正要量產 要保證品質不容易啦 那因為華為本來就有品牌嘛 那很多人都認為這一支會是保直機啦 什麼叫保直機 就只有這一支啊 就只有這一支啊 就是 就是如果 如果三折機未為新的風潮 那這個就是第一代機 第一代的三折機 所以人家就把它當作古董來保持 古董來保持 當然中國大陸買得起的還是很多啦 因為 它總價可能要兩萬人民幣 兩萬人民幣 你看換算成台幣是十萬 其實很貴喔 很貴啦 可是高階的人還是很多啦 因為我自己是用對折機嘛 對 你是榮耀的 這個也很好看 三折拉開就是十寸 讓大家看一下你這個 然後再大一個 我這個是兩折啦 對 三折就更大 知道我這個是榮耀的Magic V2 Magic V3 跟那一支橘色的三折機 幾乎長得一樣 OK 因為榮耀你也知道 它是從華為分出去的嘛 對啦 那幾乎長得一樣 那 我覺得這個大概就是 會改變你用手機的習慣 因為我聽說它折起來也沒有很厚 欸1.5公分 對對對 1.5公分你能想像很薄吧 對啦 可是你那個 你那個打電話 你要養成習慣 沒有 它可以折起來 它折起來變一折的時候在打電話 對啦 把它探開來打 不然你用耳機也可以 對啦 這個 那主要是 因為我們現在 譬如說我是很少打電話的人 所以我主要是看視訊 看文字嘛 那我就覺得 我用了對折機我就回不去了 字那麼大 你現在叫我用那個 不只是字啦 還有 視頻啦 OK 打開你看視頻已經習慣了 爽度 習慣了這個size嘛對不對 那還有文字啦 整個文字出來的檔案的完整性 那這個是10寸 對 拉開是10寸 所以你大概如果習慣了 用散摺機你大概就回不去了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種使用習慣 對 那我覺得如果是大量看網路畫面 跟視頻的人 就會有很大的吸引力 對 那我覺得他也不會做太多啦 是 所以說什麼跟i16對打 那個是高階人士對打 OK 因為i16不是只賣最高階的 這應該是特殊利基產品 現在我覺得它能夠賣一兩百萬 就相當不錯了 因為它蠻貴的 說實在蠻貴的 那就是特殊利基產品 那美國國會那個大部分 都是共和黨的人提的 我認為 他們是故意拋球給川普 就知道川普未來要跟賀錦麗辯論 對 那丟一點材料給他 因為很多都有爭議性 比如說 不要讓中國人到美國買土地 對 就有這種法案 實際上這個都不是立即實施的 它很多都是授權法 那授權給行政部門 那就給下一任總統 那它裡面有非常多 都是很爭議性的 光是那個千人計畫被罵翻 現在還要再重來一次 是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可是他就是給川普火藥 就是我們來比一下誰比較反中 我覺得有點這個味道 因為有25個法案 對 這個簡直是匪夷所思 那最近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科技 我覺得已經沒有什麼新意了 比如說最近有什麼 量子預運算 沒有 ESMO不是美國的 我說量子預運算 中國大陸 量子預運算 早就沒有 早就跟美國脫鉤了 那ESMO是受到壓力了 那決定說 對 對 我不知道 因為他的管制措施 還沒有公佈 所以具體還不知道 他如果賊一點 搞不好說 2025才實施 ESMO他有說 我們今年業績不會受影響 他還有 因為他連管制措施 具體是什麼也不知道 會不會是售後服務 我覺得有可能是這個 因為DUV實在 沒什麼了不起的 他有講到是 生子外光 所以就是DUV DUV我覺得中國大陸 快做出來了 就成熟製程的這個 我認為 以荷蘭人這個聰明 他一定是接到 剛好中國做出來之前 他還要保住市場 我覺得他會這樣去計算 他滿機敏的 那 所以最近還有很多 還有東京 東京那個威創 那個中國大陸 給他很大的壓力 因為中國對日本有籌碼 他就直接對日本的汽車 說他有一些東西 就不賣你汽車產業 那大家都來對撞 還有加拿大 加拿大不是比亞迪 100%的稅嗎 那他對加拿大也不客氣 馬上就制裁了 直接對油 蔡子油 增加170%的稅 視為反傾銷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覺得中國還是看對象 比如說你看歐盟 因為歐盟的 電動車的稅是35左右 所以他就個別國家 用不同的項目來談 什麼乳製品 豬肉 白蘭地 對加拿大就一棒敲死 敲死 就是說 你是隨便喊跟美國亂喊 你又沒有美國那種底氣 亂喊 就一吹就把他敲死 而且 他那個油蔡子油 市場是很大的 就中國大陸會買 中國大陸大概買了20幾億 20幾億美金 我看是30幾億 OK 反正就是最大的 就滿大的 所以 所以坦白說 就是說 你真的要對付中國 也要看看自己有什麼本事 對 所以中國大陸有這個底氣 不想要跟你搞這個貿易戰 但是你要打我 我也不是 都不會反手的 更別說 我們不斷在節目中提醒 為什麼要談華為 因為他代表是一個 被打壓到極致的例子 但是卻打不倒的例子 所以現前你怎麼看 這個呢 未眼先轟動 你看 五個小時就已經破百萬 真的讓科幻變現實 然後品牌大師 像是劉德華等等 又引發討論 然後楊密就說 真的三折機太妙了 妙就很薄啊 攤開又很大 然後呢 更別說就說大概10寸嘛 折疊之後 15mm真的1.5公分 那華為還有車子的部分 M9呢 五座版 也要9月10號發布 但呢 相反的 那個正面對綱就是蘋果嘛 蘋果i16來了 但是大家討論度了很多的是什麼 蘋果i16有新點嗎 你能夠那個 挽回頹勢嗎 能夠救得了庫克蘋果嗎 我先講一下光是手機這個部分 因為從97年我回亞洲來 我們我的第一個工作 就是在各個國家投資 無線就行動通訊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開始投資手機 我的朋友們都是 只要有新機 他一定要第一個買 就任何任何一個新機 他一定要第一個買的 大家要比說誰厲害 大概跟亮哥差不多 兩個 那你把他歸納起來呢 他就跟女孩子 那時候科技都追得很緊 對 就是跟女孩子的裙子一樣 男生真的很會買這種東西 有短的 有中的 有長的 就是就像你有mini 有Maxi 然後這樣 就他會這樣動 所以其實當時比來比去呢 每個公司 當時公司也很多 譬如說菲利普 也還在做這個 我還買過一個手機 這樣打開來 兩邊是那個keyboard的 就是這麼小一隻手機 兩邊是 就是他通常比三樣東西 第一個是比他的performance 就是你的這個性能 效能 大家比這個 第二個比的呢 叫做form factor 就是他的形狀 形狀跟設計 那大家不要小看了 這個形狀跟設計 有的時候你覺得很好 那時候我記得有設計過 有一個非常大的手機 可是那個手機實在太重了 所以他們本來以為 是要賣給男生的 結果事實上是賣給女生 因為女生放在包包裡面 因為女生會戴一個皮包 那男生呢就沒有一個包 你放在你的西裝口袋裡面太大 所以一個是performance 一個是form factor 那每一個公司都會在這裡去比賽 那我覺得這個三隻機呢 就是form factor的一個挑戰 第三個到最後會發現 真的能夠讓大家大量的快速的 去買很多很多的呢 就是一個killer application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功能 那麼有一個功能是 大家從來沒有人想像得到的 就是攝影照相的功能 後來照相功能變成非常重要 所以像OPOL這些都是照相功能贏了 所以performance form factor 跟killer application 就是比這三個 然後你這三個東西的 某一種的混合呢 就是一個特別有效的 對於你的目標群眾 特別有說服力的 你就會是一飛沖天 那我們現在回頭來講 現在這兩隻機器 因為他們 你沒有辦法不把它放在一起嘛 因為都是9月10號同一天出來 那至少呢 就是有一個人是對著另外一個人 而且我覺得現在 如果你去看那個王府井大街 兩邊的旗艦點 也就是門當戶對 就是門對門戶對戶的 這樣直接的對打 那麼所以它的針對性是非常強的 那目前看起來 因為都還沒有最後發布之前 你只能從別人的想法看起來呢 他們基本上 第一個是在性能跟處理器上面 或許會有一些些微的差別 然後也會有一些在它的重點的差別 譬如說現在看起來的iPhone16 它的圖形處理啊 機器學習啊 AI的部分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比較厲害 所以它可能在某一種 包含遊戲的這個地方 跟AI的使用上面呢 它就會想辦法把它以前 所有的東西把它兜起來 因為如果它不兜起來的話 在AI這個世界上就不會有領先的 所以它會把像Siri啊 ChatGPT啊 還有Gimoji啊 這些都把它連在一起 用照片圖形的這種引擎 因為這次用的ARM裡面 有很多很多新的東西呢 就會看起來這是iPhone16 它跟以前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看起來華為的地方呢 是相對的就是它是一個 非常大的Novity 因為它把你的手機 跟你的平板 或以前的Mini 就以前它不是每個人都有一個 什麼7吋啊 8吋的那個 它把這中間的界線全部打掉了 所以它用高性能的核心 節能的核心 把AI啦 5G啊 折平中間的優化 這些把它連在一起 也就是說它讓你將來這個 Google一定會去買的那個10吋呢 就好像你今天有一個10吋的平板一樣 它把它中間連在一起以後 它會變成一個商務可以用的 那也是一個很炫的一個收藏品 就是像個奢侈精品 我覺得像個奢侈精品 它很久才會變古董 就是一個奢侈品玩家的一個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他們在 第一代啦 就他們兩邊 就跟2007的iPhone一樣 這個男生絕對能夠理解 所以他們會在不同的地方 找到它不同的市場利基 但是看起來呢 這個全球首款的三折疊平基 它會不會除了它現在目前 我覺得比較明確的 就是在攝影機這個部分 因為它跟Leica合作嘛 所以無論是夜拍 遠距 長焦 廣角 潛望視鏡頭它都看起來非常厲害 但是相對的那個iPhone16呢 它也有一些 慢慢的有一些黑科技 主要是圖形處理啊 低光環啊這些 它用了一些黑科技來處理 所以這邊差不多一樣 那麼另外的就完全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比性能的話 通訊的性能沒有什麼特別可比 直接的連線呢是華為的強項 因為華為連那個衛星電話都可以直接連線 那所以這一次看起來 iPhone它第一次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用A18的仿生晶片呢 我可以用什麼神經網路啊 AI啊 讓你有一個第一支的真正的AI機 那這支AI機呢 也可以讓你在打遊戲的時候呢更快 只是它的屏幕沒有另外那個尺寸那麼大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於消費者很好的一個時代 但是消費者回頭就是看 基本上你還是看這三樣東西對不對 它的performance是如何 它的form factor合不合你的使用 譬如說如果我的手不太好 我就可能不要一支很大很重的機器 那第三個呢就是 它現在提供給我的這些應用 是不是對於我來講非常重要的 是camera很重要呢 打game很重要呢 還是AI這些新的生成式的 機器學習的很重要 哪樣東西對於我作為一個消費者最為重要 就會是大家最後的選擇 所以一開頭呢 這些去追逐奢侈品的人 男生就先去追逐 那其他的人 我相信會在兩個競爭的狀況之下 選到他們最好的 這對消費者一定是最好的 消費者是好事 那麼也對於全世界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展示 就是當你有兩個不同的系統 一個iOS的封閉系統 那現在呢有這個鴻蒙系統 它在被打壓被限制的情況之下呢 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這個系統的時候 它有它完全不同的使用 那這個兩個不同的系統 一定會比一個單一系統的世界 對全世界的消費者更為友善 更為有用 所以剛剛倩姐也講了說 這一次呢 i16呢被說有一些新的一些創舉 那為什麼呢被逼出來的啊 以前都是給一點點給一點點 一些擠牙膏 然後以為換一個小東西大家就會買單 那現在被誰逼了 逼的就是華為呢很多黑科技出來嘛 所以這當然對於呢消費者是一個 很好很好的一個事情嘛 所以呢 i16跟呢這個華為三者機對決 你會選哪一個呢 你覺得誰看好度比較高呢 聊天室聊聊 好我們還在討論手機啦 大家都在討論手機 你什麼功能最喜歡 現在真的是 倩姐說照相很重要 以前投資沒有在考慮這一塊的 1997年的時候沒人想像過 可是後來就很快就發現 照相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是Killer Application 對所以現在你看 中國大陸很多手機拍照功能 真的是現在也是遙遙領先 所以接下來的事情怎麼看 第一個呢這個華為的手機 現在就對岡你i16啊 儘管晶片沒有你好啊 但是呢它有很多功能 有些創舉的地方 另外呢其實這個 中國大陸網友也在問 如果微信跟蘋果選一個 你要選哪一個 很多網友說那你就蘋果出局了 因為微信只有一個 蘋果公司批准了 騰訊呢可以為i16開發新的微信版本 因為之前就卡在稅的這一塊 中國大陸呢其實 蘋果的這個中國的這個稅呢 所以說蘋果稅高達三成 30% 全球最高的 歐盟大概17 屬於最低 因為歐盟常會告蘋果等等 就有一些相關的爭議 另外呢這次i16也有什麼呢 蘋果製造的是 印度製造的這個i16啦 那這個市場會買單嗎 其實也是引發討論 其實這個華為三摺機 我看它就是這兩天 它的整個的這個造型出來了嘛 在手機 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internet已經看到了 我覺得我最關心的就是 它是不是真的很薄 因為我看過有一些朋友 用這個折疊機 我的感覺就是它的厚度太高了 因為折疊機三星很早就有了嘛 對 所以我看了一下 它這個確實蠻薄的 確實蠻薄的 折起來1.5公分 折起來1.5公分 所以你看它找五個明星 還有這個 就是說就這麼一種薄 太妙了 我覺得太妙了 我覺得就是說 三摺這些機 我認為它的成功關鍵 就是它會不會 是不是好 超乎我們想像的薄 如果它真的超乎我們想像薄 我覺得它的那個前景 市場前景好得不得了 因為現在我們的 用手機的時間 我想每一個人平均用手機時間 都在增加 對 也就是說 這個手機 對我們的眼 跟我們的眼睛關係太密切 你看現在 去看醫生 眼科的生意特別好 眼科都還對 然後現在都是什麼 黃斑部病變 然後呢 又有抗藍光裝置 你現在去配眼鏡 它還說要不要加一個裝置 貴好多 我們快點給我抗藍光眼鏡 抗藍光就是說 那個眼科跟眼鏡好像說 你們都看手機看太多 這一定要弄 對 那所以現在我覺得 就變成就是說 螢幕其實蠻重要的 螢幕越大 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這種重度依賴手機的人 真的是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福音 可是就變成就是說 要它如果說是很重 很厚 這個吸引力就小一點 如果說真的就是說 它是像這個楊逆講的說 這個就是這麼薄 三折疊太妙的話 這麼薄的話 我覺得它會賣得很好 對我想很好奇它到底多重 這個大家也蠻關心的 對這個我覺得 有興趣可以上這個 上這個 上電腦看一下 那個社交 很多國主都有在 很多它現在大陸 我想華為的那個官方的 那個廣告已經出來了 看起來真的蠻薄的 那你知道這個 其實我們看手機 這個演進的過程 它是盡量朝輕薄短小 這個方向去走 因為我們都看過第一代手機 那個是什麼 跟手榴彈一樣 那個一個提過來 有點像二世大戰 美軍的那個 美軍的那個什麼 無線電通信一樣 一個人提一個好大一個 好像炸彈一樣 那現在就是說 不斷的輕薄短小 可是呢 就變成機身越來越薄 然後呢 越來越怎麼 可是呢 螢幕是越來越大 所以螢幕大是一個 我覺得就是說 社會上 也消費者對手機的一個需求 所以你看這一次這個 這個iPhone16 它也是做的最大 螢幕盡量加大 那以前我們的螢幕 還有什麼編的 我看後來幾個 幾個這個手機廠都基本上 好像從三星開始 手機基本上沒有編了 它就盡量在用 它可以用的這些介面 把它的螢幕放到最大 那這個螢幕最大來講 我想華為這次是做的最大 可是華為我覺得 它又打破一個 對於這個高科技產品 名牌產品的 一個怎麼講呢 一個 一個週期 它推新產品的速率 它真的夠快 你看這個從iPhone Made60 Pro Made70 然後限到這個Made 三折手跌 手機 這不到一年之間 這個會把它的對手 真的打得真的好 反應不過來 過去你看這個Apple也好 或者說是這個三星也好 它尤其旗艦手機 它起碼兩年吧 對不對 現在雖然縮短了 可是它要把 總要把本身製造出來的 設計這個手機的 整個的模組 整個的生產線 它要把它盡量的 讓它去賺回本 對 可是華為現在這種競爭模式 我覺得真的會把它的競爭錯打得真的好 怎麼講呢 來不及招架 那這支手機目前 我看它的價位還沒出來 還沒出來 在我們在社交平台上 已經看網友在那邊猜了 猜的真多 有從這個 就是說 是多少 有人從一萬三千開始 人民幣啦 我覺得那個稍微低了 猜到就從兩萬起跳 有一萬三起跳 兩萬起跳 那所以不過現在好像說 在這個 這個網上 很多人 黃牛市場 黃牛市場已經喊到 八萬十萬了 可見這手 這個機 我覺得它的這個 怎麼講呢 行銷做得非常成功 那如果說這個 這個機做得成功的話 我覺得 將來旗艦的 將來旗艦的這種手機 也就是說希望有頂尖 頂尖商品的人 他可能就是這個三策機了 因為它是一個天花板 那你的iPhone16 是不是還可以變成一種 身份的象徵 我覺得它可能就會失去那個地位 OK 失去那個地位 那這個產品的競爭 真的是你不進則退 那說實話 這個Apple也在用它的這個 什麼講呢 Apple特權 也已經吃定了這個消費者 那麼多年了 現在華為真的是讓它真的 日子蠻難過的 另外我覺得就是 微信這一次也是抓到時機了 跟它好好談一下它這個 所謂蘋果稅的問題 如果30%的話 我認為其實蘋果 現在中國大陸 在它這個四戰率節節 敗退之下 其實微信跟它談判 是站在一個談判上的優勢 對 而且它對中國的消費者 也不公平 你對這個歐盟的消費只有17% 平均 那你對中國的消費者 要抽30% 這個我覺得最後都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這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給 這個給蘋果一個考驗 那麼現在蘋果還沒有最後確定 就是說還在說已經正在 大家還在有一些 最後的細節還沒談 不過我覺得大陸的這個 這些應用的這些廠商 我覺得抓到時機蠻好的 這個時機應該要跟蘋果好好談 那蘋果現在面臨一個問題 就變成說它的印度廠的東西要出來了 那印度廠的iPhone16 大家都拭目以待 如果說它的品質不穩定 或者說發生幾次爆炸事件 那我覺得蘋果的問題就很大了 而且現在看起來 蘋果一直講說中國市場的蘋果手機 基本上都是由蘋果來 都是由中國的廠來 中國的這個廠商來做 不過又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除了手機還在中國做 其他的周邊產品都移出去了 現在iPhone有三個主要生產地 不是就是說蘋果三個生產地 一個中國一個越南一個是印度 那你可能就要注意到 你買的這個iWatch iPad可能就不在中國了 不在中國了 這個我覺得要去了解 不過你買的時候 你就會看得很清楚 你買的這個 你買的這個蘋果的產品 是Made in China 還是Made in Vietnam 還是Made in India 這個對蘋果來講 我覺得這也不見得是這個公司願意做的 而是這個公司在美國的地緣政治壓力下 可能被迫做出個決定 可是對蘋果的未來 我覺得是很有關鍵性決定性的影響 對 所以最近我們在搭飛機的時候 會看一下是哪一個飛機 然後現在呢 如果是買這個手機可能呢 如果是果粉的話 可能也會看一下是產製哪裡的嗎 那亮哥你看 這個呢 這個中國大陸現在底氣越來越足 現在呢 這個中國大陸跟歐洲呢 在汽車這一塊呢 其實還是有一些角力戰 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呢 要訪問中國大陸 8號到11號嘛 對中國大陸進行訪問 哎呀這個伊比利豬啊 不要再進了嗎 那因為最近中國大陸也認定了歐盟百萬地傾銷 佔不反制 好像還有一些商量的空間 另外相反看到呢 福斯啊其實呢 關閉了德國的工廠 這個壓力也蠻大的 然後呢剛剛亮哥也提到了 新聞商務部呢 也對加拿大進口的油菜籽啦 化工產品進行了反傾銷調查 你的底氣在哪裡啦 其實裡面最大的新聞是 福斯要關德國廠 大事喔 因為福斯在德國的員工大概有29萬多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要去怪消資吧 那北溪被炸 你整個能源結構被顛覆了嘛 所以成本上升 這個是內憂 然後再加上中國電動車進來 所以它等於是內憂外患齊來了 這個恐怕 我也找不到解方啦 說實在 我認為法國的標誌也差不多了 真的很難競爭啦 對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可能就要去尋求跟中國合作啊 其實他早就跨出這一步了啦 那只是說實在是壓力太大 逼得他要把這個製造線 在德國的部門要關掉 他也許會留研發部門啦 其實很多都這樣啊 研發 還有全國銷售中心之類的啦 那沒有辦法 可是就會大量縮減就業 製造業 雇用 雇用就會大量縮減 其實我覺得這個才是 真正的大事啦 因為 如果連德國 德國是製造業為主的國家 而且是汽車 有人就用這個例子喔 立刻來對照台灣啊 說台灣注意一下德國喔 因為德國也是 堅持要用綠能嘛 不是嗎 然後用天然氣嘛 那你把核能全部都幹掉了 那你現在就造成你的能源成本大漲 那結果呢 這個製造業只好出走 那你台灣會不會也會淪落到這一步啊 我們不知道啦 不過我今天看到這篇文章 說從德國看台灣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點啊 那當然德國跟我們不太一樣 是我們一堆都是半導體嘛 對 可是 你也看到美國的拉力啦 日本的拉力啦 我覺得 台積電未來去美國 恐怕不是三個場而已啦 我認為 鳳凰城市上就準備六個場的用地 你可能也躲不過出走啦 至少那個高階那個部分 我認為兩奈米一奈米一定都出走的 所以我真的嚴重懷疑這個中科跟高雄科 能蓋得出來 因為目前有竹科跟南科嘛 可是接下來你還在那邊講說 兩奈米要在中科 要在高雄科 我真的相當懷疑 我認為會被美國拉走 對 那亮哥那你剛才提到這個 我再多問一下 你覺得會拉走 但是呢美國的製造業真的 尤其是晶片那一塊 他可能可以回來嗎 因為英特爾我們也看到 他其實最近也想什麼18A計畫 但是也告吹了 就他想要拉走 但是他真的會成功嗎 不是啦 是台積電去他那邊啦 因為英特爾也是一家幾乎快沒救的公司 我不認為英特爾有辦法跟台積電競爭 沒有辦法啦 這等於是台積電被迫降低台灣的比重 尤其是高階製程 那高階的工程師拉走的比重會更高 因為你要知道台積電大概有45%是成熟製程 那你剛剛已經講到了嘛 說中國大陸最近購買那個製程設備 是其他國家的總和啊 這個是上半年在晶片製造設備支出 達到了250億 超過了美國 台灣還有韓國 是啊 所以我認為成熟製程晶片的價格破壞 也快要開始了 那這個會導致很多國家 有些公司會撐不住啦 台積電可能成熟製程也會繼續降比 它已經降到45左右了 可能還要再降 那至於聯電 粒基電 世界先進 那可能就要祝福你了 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科技業現在呢 也變成了一個地緣政治的交易戰 張中某當年也是這麼說 謝謝你怎麼看 因為第一個 中國大陸要夯實自己的製造業 尤其是晶片不能被你卡脖子 然後你在那邊卡來卡去 什麼這個車啦 要加關稅等等 歐洲等等 你看但是你的這個西班牙首相 也要趕快訪問中國大陸來好好瞧一下 然後你福斯這一塊你可以看得出來 德國的製造業也看起來被掏空了 因為中國大陸也崛起了 對 我補充說一下 我覺得如果你看整個中國大陸的發展 他們就完全脫離了 我只要看3奈米 2奈米 1奈米製程的 這個思維邏輯 包含了余承東 他們都說我們完全脫離了這個思維邏輯 我們用設計跟製程其他東西來提供最終的產品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們講過多次 一個能夠讓月備的太空船自己去計算 自行降落 自行去取月壤 自行再回來的一個科技的存在 不可能就是被幾個晶片所卡住 所以說無論說他們在製程上面 或者是對ASMO 或者是對日本的這些原材料公司 做什麼樣的小院高牆 中國大陸它已經在做它另外的一個 至少是一個平行系統 這個平行系統是不受你載制的 所以我們回頭來看的話 剛才亮哥講的我覺得挺不錯 就是台積電它有一些部分 是一定會被那個非常強大的政治力量 拉到美國去 拉到歐洲去 拉到日本去 可是對台積電來講 它也當然有人說它不應該改名字 它應該不管到什麼地方都應該叫台積電 不要變美積電 不要變成美積電 可是無論如何它在這三個地方 它都是去跟著它的下游的客戶 它去跟它的客戶更為接近的去做 符合那個市場那個客戶要求的產品 當然在某個程度上 譬如說美國它在做三奈米 兩奈米的時候 它應該沒有辦法賺回它的資本投入 那這個是沒有辦法 就是美國不讓你做這個生意的條件 所以說它有一些不得已 但是從生意來說呢 它也有一些經濟理性 那回頭來看的話 中國大陸它是全盤的 就是說它不是在單一的某個產業 也不是在嫦娥 不是只是在比亞迪 不是在大江 它是在全面的用新值生產力的這個大帽子 把它所有在科技研發中間的這些都包在一起 所以當它整個的生產力 從過去比較低附加價值的部分 往上走的時候 這些電子相關的零附件 或者是Semiconductor 都會是它新值生產力 每一個價值的推進器 就好像各位知道說最便宜 我記得20年前吧 十幾年前 大家那個最便宜的金杯的那個小貨車 最早最早的時候 差不多才2萬人民幣 就要送貨的那個車子 那個最便宜的金杯 跟更貴的車子它中間插的 很多時候就插的是車用電子 所以Volkswagen它在德國是一個平民車 可是它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它加上了很多的車用電子 把它整個的附加價值往上提 所以它的價格跟附加價值 也就是它的企業獲利都往上走了 那今天為什麼它要考慮 要把德國廠關掉 因為它如果繼續用德國的生產成本 包含了過去德國在領先全球的 氣候變遷的這些一系列的東西 最簡單的一系列的東西 包含了你的那個Seabank 就是邊境稅 包含了你在原來2035年 就不能夠賣油車的這些 本來歐洲在領先全世界的這些規定 如果福斯繼續符合那些規定 那它在其他的地方就會喪失了 價格的競爭力 而價格的競爭力對它來講 現在最好的 如果它仍舊要留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它 這幾個外國公司 過去一年來呢 它在大陸市場氛圍 都是快速的下降的 每個都是德國車日本車美國車通通都是快速下降 因為你的一個新的替代選擇已經出來了 就是EV已經出來了 而且這個EV呢是在一個百花齊放的狀態 並且是在一個幾乎是飽和競爭的狀態 所以不管你是什麼樣的個性的人 你喜歡什麼樣的服務的人 你都可以看到相當符合你的這個市場利基的EV 所以說如果德國車日本車甚至美國車 這些老牌的車企不快速的去調整他們的腳步的話 他們就會在EV這個市場上完全被lock out 那當它喪失了這個EV的市場的時候 它在多久以後才會有一個下次的技術換代的轉型 那是非常非常久以後 因為現在的EV不但是車而已 它加上了人工智能以後 它把人 車 機 家 家庭的家 加在一起以後 它就是完整的數位跟智慧革命 加上環境跟能源革命 這些全部都是混在一起 那麼如果今天他們沒有在這裡有一席之地的話 那這整個的大潮流 美國 日本 德國以前的車企就會被遺留在外 就好像當有汽車的時候 原來那個坐馬車的最後一個公司 本來還享受了相當好的企業價值 因為其他人都倒了 所以訂單都集中到他那裡去 可是到最後當整個的潮流完全改變的時候 那個最後一家的馬車公司 它就沒有任何價值 對 所以倩姐跟亮哥這樣的總個 聽起來也可以看得出來 台積電跟這個Volkswagen 德國的企業 其實有一些地方是可以來借鏡的 那看到什麼看到了問題 然後你是要去跟中國大陸這些 還是在前沿科技上 也許可以讓你薪質生產力 墊高你自己的價值 這是德國看得出來他們做的這個方式 那台灣的部分倩姐也提醒了 如果台積電能夠到各個地方去設廠 然後跟當地的結合的話 能夠幫助自己的產業的話 這也是很正面的 但是也要小心 不要被美國拉去之後 然後又生產不出來 反而會加高自己的成本 因為鳳凰城這些一片晶片也都沒造 我要補一下 因為有一個人寫的我覺得很有道理 他說HONDA不管在哪裡 他都叫HONDA 然後為什麼台積電到別的地方 他就要改名字 我覺得講的挺有道理的 那就是美國不要比台積電 改成變美積電 因為裡面的董事全部都換成了 叫JSML 對 台積電要TSML 所以他就變成 美積電 日積電 JSML 這樣是不行的嗎 大學你怎麼看 因為說到了車的這一塊 你看你要卡來卡去 中國大陸現在底氣也越來越足了 你歐洲這些 這樣這麼做 其實西班首相趕快要來求嗎 另外來看到的是 美國要求供應鏈跟中國大陸脫鉤 但是根本沒有實現 目前電動車的電池 根本七成仰賴中國大陸 南非總統他體驗的比亞迪仰望U8說 真的好想要一台 那比亞迪呢 最近也說 可能要等到美國大選之後 才要宣布 在墨西哥的重大投資計畫 要看到底是川普還是賀錦麗當選 然後呢你加拿大跟著美國走 結果中國大陸對你呢 油菜籽化工產品進行的反行銷調查 其實我看美國很多專家就講 如果不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採取保護主義的手段來排斥的話 美國的這個電動車事業沒有未來 甚至他現在的這個油車 會受到重挫 因為他說中國電動車如果是賣2萬美元一台的話 在美國市場化 那等於說 宣告美國汽車業的死心 所以他說美國沒有任何選擇 一定就是把中國車 尤其電動車排在美國市場之外 那歐盟就是說還不能做得這麼絕 因為歐盟事實上的話 他跟中國大陸的經濟關係 尤其這個德國的汽車工業 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度非常強 雖然美國其實說實話 像美國的GM在中國大陸賣的也是騎好 你去福特你去看那個 那個還有稻騎別克 在這種車在中國 甚至還有凱迪哈克 那種超廢油的車 在中國大陸居然還有很高的市占率 對啊不過美國不在乎 可是歐洲事實上是比較在乎的 可是呢就是說我是覺得就是說 其實我們常會認為就是說 哎呀美國跟歐盟不會採取保護主義 他們是自由主義的 市場的先驅 是這個理論的維護者 其實你看過去的這種 只要你這個產業威脅 威脅到他們這些國家的 這些要重要產業的話 他毫不保留的用保護主義 把你擋在外面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的這個 其實比亞迪是最有 對這個看的最清楚 比亞迪的這個美洲經理 事實上前一陣子在電視上 接受這個美國記者訪問 他說我們根本就不想進美國市場 他說為什麼 我覺得那個記者問什麼 為什麼呢 他說你們那個市場太複雜 too complicated 然後呢 那個記者說 那你們為什麼要跑到墨西哥來設廠 你們來墨西哥上目的是什麼 他說我們目的就是要在墨西哥賣 墨西哥市場也很大 所以我是覺得在短 在這個好 在這個可見的未來 事實上美國不會讓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一輛車都不會進去 現在連電池都不讓進去 前一陣子不是葉倫鬧了一個笑話嗎 他不是說要大家要做什麼 這個環保節能嗎 因為民主黨還是相信電動車的 還是相信這個好 所謂的氣候暖化的問題的 所以呢 結果呢 葉倫老太太 坐了一輛車福特了 後來人家被人家揭穿 說那輛福特車裡面的電池 是中國大陸的電池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美國市場化這個市場不可能會對 我認為不可能會對中國大陸電動車 而且既有進去的 他會將來還把你排擠出去 所以中國大陸的電動車在短期 我覺得可能最大的市場 還是在美國以外的市場 對美國事實上 你想要去考進去蠻困難的 那這些國家 基本上的話就是第三世界國家 還有中南美 美洲 然後非洲 歐洲是還是有希望 因為歐洲基本上對中國大陸 雖然採取保護主義 可是呢現在的關稅不是大概 最高還不超過30 對最高還不超過30 他是給他歐洲的本身的電動車 留一個機會 所以你看中國大陸整個的反制手段 相對也是溫和的 那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 現在已經這些重要的車廠 已經在匈牙利投資了 對 已經要去西班牙也有投資 所以將來就變成 當然不會被改成什麼比亞迪 變成什麼匈牙迪 這種事情 那還是比亞迪 那那個時代也進去了 我覺得就變成 就中國大陸對歐盟的市場 基本上我覺得還是有一個 合理的一個頻段 還是有機會的 尤其是電動車 那日本市場 現在比亞迪也進去了 我看日本的記者已經在報導 因為比亞迪的那個零售 零售電影現在已經在日本 慢慢開始賣了 不過日本有一個 是一個不見法律的一個保護主義 日本人就是愛用國貨 你在日本 你再去開拓它的市場 日本老百姓買車的時候 還是以它自己國產車為主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是存在心裡面的保護主義 存在心裡面的保護主義 你很難去 很難去吹破它 不過就是說 像日本的市場也是蠻大的 那韓國還有這些市場 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 在可能在階段性上 大陸很難去想要進入美國 這些車子很難去想要進美國市場 我看大陸的汽車也沒有這個打算 對啊 大部分車廠也懶得去浪費精神 跟美國人去講理 那所以今天我覺得就是說 看起來就是說 大陸的汽車業 不但在這個已經變成最大的外銷汽車國 那麼去年已經突破了400萬台 今年看最高是到多少 可是在中國龐大的汽車市場 也可能是現在最大的汽車市場的話 中國大陸的國產車已經迅速的 把中國市場內的外國品牌汽車 就要擠到一邊去了 那這裡面 那個被壓縮到最快的是日本車 對 日本車就是說像這個Honda 也關場了 然後呢 Toyota Nissan 每一個日本品牌車 在中國大陸 過去的銷售 都是對半砍 大部分都是對半砍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的車 已經在中國大陸 慢慢收復自己國家的市場 光復了 就是好像跟台灣光復一樣 那這個就會增加中國大陸本身汽車的 更 這個 它的競爭力 再往世界上走 不過世界上走 我覺得 這個 任何國家的汽車工業 如果興起的時候 一開始 都是受到歐美聯手打壓 這個日本的例子很清楚 韓國的例子很清楚 我覺得中國的汽車也會經過這一段 到最後就是說 中國的車廠就在全世界 去投資建設廠 那你看現在連這個肯亞好像都有了 對 連這個非洲都去設廠了 那其實這也是一種力量的展現了 那就是說 真正你要能夠去進行 全世界的佈局 包括設廠投資 還有就是說你的整個行銷體系 還有後勤 就是說維修體系的建立 這個對中國的企業本身的國際化 是很大的一個 學習的機會 那也可以培養出很多 國際的行銷人才 對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 事實上這個市場 暫時是不要想 可是呢 世界大得很 我覺得 只要你的性價比高 產品夠多元化 那你就 你就有很大的機會 對啊 美國市場當然很重要 但是你要阻擋的話 倩姐自行也提醒了 美國消費者 可能就沒有辦法用到 性價比更好的產品 這個我補充一下 美國連銷量汽車 大概是1550萬 那全世界是9600萬 對啊 而且新增的中產階級 不會是在美國 是 比如說在非洲 在東南亞 在中東 南美洲 可能都是買中國的車居多 對啊 而且中國的本土市場 它現在是1300左右了 還有空間 也會再增加 所以美國的汽車 你不讓人家進 你自己也賣不出去啊 對喔 全球市場你要賣哪裡 是 那麼貴 對不對 所以我說 美國基本上也是完蛋 對啦 你看喔 亮哥也點到一個觀點了 你不用這麼大的電池 你看你在電動車這一塊 你就壓不下來嘛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喜歡KS 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合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可不知道 那麼後 我們就在一起 我一定會看到 說 好好 。